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刚刚落底 刚刚产生转折 而且形成了往上的趋势 所以在下个礼拜 王良打算带会员进场去大买 王良打算非常积极的下去买股票 所以如果你想参与 如果你想跟上 王良认为非常大 非常难得的行情的话 我跟各位说 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你能够把电话拨通 王良会给大家一个最大最大的优惠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大盘指数 接下来王良会告诉你们 究竟下个礼拜的一个操作的重点 该锁定的是哪些股票 请大家看下去 今天的大盘 坦白说只能够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叫做乏善可乘 因为大盘没有什么太大的震荡 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 而且成交量也只有582亿 可是我相信你们都很清楚 就算今天大盘只有涨6点 是不是很多股票在今天照常本年正的 是不是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就个股来说呢 是可以不要去理会大盘指数它的一个波动了 那么以大盘短线上的一个变化来讲 指数在今天 最低是9148点 9148点 开盘之后呢 是先刹下去到9148点 但是呢 它产生了一个往上的转折 而且一路涨到了9191点 所以这个转折 往上的转折 跟往下的拉回 其实是能够掌握的哦 从指数本身呢 它的一个 这一个两分钟K线的一个波动来讲 是可以掌握住 你应该要看多 或者呢 应该要看空的阶段 我讲的是非常短线的一个 大盘的一个走势 所以如果你对这一个指数有兴趣 我跟各位说 我欢迎你们 也可以呢 跟我们服务人员来做一个联系 那么再来哦 我跟大家讲 针对这一个个股的一个部分 针对个股呢 最近我知道 有些股票蛮强的哦 但是我们不可能说 这个也买 那个也做 对不对 我们好好的针对 两三档股票 来从事一个大波段的操作 其实呢 就能够赚钱了 那 在继续跟大家分析强势股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叫做浩顶 浩顶在昨天大涨 昨天涨到多少 昨天涨到了293块钱 今天的浩顶呢 股价出现拉回 那么 在昨天的 这一根中长红 再加上 今天股价的拉回之后 我要告诉各位哦 关键来咯 下个礼拜哦 下个礼拜 就会改变 那除了耗顶之外 我跟大家说 今天 大盘是不是只有涨6点 对不对 东文梁刚刚跟大家讲过 就算大盘指数只有涨6点 是不是很多股票在今天 叫上半年正地 所以我觉得哦 现在很多股票 大家看到大盘指数在9000点 看到成交量500多亿 大家没想要做 但是其实呢 有些股票 它的位置是在低的 它的位置 是三四千点的位置 我问各位 那这种股票能不能做 这种股票 如果趋势往上 你要去理会 大盘指数吗 你要去理会 现在的成交量多少吗 你们再看下去 今天大盘 只有涨6点 王梁会员手上的台胜科 涨到了51块4 而且股价呢 创下了波段新高 这一波 王梁是在11月10号的 37块附近 带会员下去买 今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理由 去看空这个行情 去看空这个大盘 对不对 有很多的理由 告诉自己说 我不要做 我不要买 可是我问各位 如果你真的 抱持了那些理由 抱持了这样的态度 你有没有可能 从市场里头赚到钱 台胜科从37块 到今天涨了多少 我跟大家说 涨了将近四成 将近四成 如果现在是 有行情的时候 而如果不去做 王梁觉得 其实那是一种损失 其实那是一种错误 今天很多人 看到这个盘 之前 大盘指数出现拉回 之前大盘指数出现拉回 跌到多少 跌到这个9000点 这个9000点之下 所以大家都有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借口说 我不要做我不要买 对不对 那你们想想看哦 结果呢 这天是川普当选的那一天 这天是隔一天 这天就是川普当选的那一天 隔一天呢 王梁带会员去买台胜科 我印象太深了 为什么 因为那天 我买的前一天 跌停板 王梁竟然在计划 买进 当天跌停板的股票 我计划在隔天 带会员去买 我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计划 今天呢 我的会员不可能赚到钱 对不对 这里有四成 那么 这一波大盘跌到这里 结果呢 是不是很多人看空 不瞒您说 王梁本来也犹豫过 但是 我发现 我发现哦 我发现 这根本呢 就不会是一个空头的起点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盘 我是看好的 这个盘 我觉得它是会涨的 结果呢 11月21号 涨到9041 9133 9178 9152 今天的收盘 9159点 有没有很差 其实没有很差 对不对 所以未来呢 晃一晃之后 我觉得这个大盘 还能够再创新高 但是对我们来说 个股比大盘指数 它的一个波动呢 还要来得更重要 因为很多人看大盘 都只是针对短线在看 对不对 真的针对个股呢 我要告诉各位哦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习惯 来进行操作 什么叫好的习惯 就是针对你赚钱的股票 你要尽量去抗拒 获利了结的诱惑 那个诱惑 我告诉各位 随时随地 无所不在 只要赚钱就会想卖 只要赚钱就会想要获利了结 王良不是说 不要获利了结 王良讲的是 不要赚5% 不要赚3% 不要赚个10% 就想要卖 也许有些股票 我们没有卖 它跌下来 最后赔钱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就算 你小赔个5次 小赔个10次 做股票 只要给我们销一次 我们一道的赫鸽 也就是说 它只要一次 给你涨个五成 给你涨个一倍 我跟各位讲 一口气 连本带利 全部都赚回来 对不对 所以这才是 王良在股票市场里面 所追求的 当你们看到 台胜科 在11月23号 涨停满 当你们看到 24号 涨停满 当你们看到 今天台胜科 创新高 王良要告诉各位 我37块钱买完 一直到今天 一张都没有卖 一张都没有出 这也叫做股票 你要销一百张 我跟你说 这道理贏百多万 而台胜科呢 它是台塑集团的股票 所以这种股票会买一目 这种股票会销一目 王良买的位置在这里 我觉得运气相当不错 运气不错 指的不是说 后面它涨了 指的是 它涨上去之后 有这么大的一个拉回 让我们下去买 而王良有勇气 针对这个趋势 去做出判断 去做出决定 今天你们看到 台胜科涨上去了 在刚刚 王良跟大家说过 下个礼拜 我打算进展去大买股票 而且通通在低档 通通都产生了 往上的转折 其中有两只股票 之前介绍过 王良还没有买 有两只 一只叫做欣欣 刚好最近几天拉回 不过呢 它的趋势是往上的 另外一档呢 叫做欲明 它的趋势也是往上的 那不是只有这两只股票 王良是打算要下去大买 对不对 所以我手上准备好的标的 我告诉各位 还有这一档 这一档趋势也确定向上 所以我认为会走一个大波段 很大的波段 这档股票将来一定会很强 还有这一档股票 这个是低价股 还有这一档股票 这也是低价股 然后呢 刚刚开始产生突破的 往上有非常大空间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我跟大家说 在今天 我呢会给大家一个 很大的优惠 因为我认为呢 下个礼拜的机会 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 好好的来把握 下个阶段回来 针对王仁的操作观念 如果你想知道 怎么做 在股票市场 才有可能真正的赚到大钱的话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回复加团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陈东斗库 王老师 智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带您盘中及时选股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 灵活进出 无往不利 入会专线0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陈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各位看官请注意 购买桶装 液化石油器 要与商家签约保全益 如果商家拒签约 应向别家购买才合理 签订契约好处多 挂丝重量不缩水 残契用盛可退费 避免纠纷免争议 未来如果不再买 还可退还保证金 契约可至消防署网站 公契契约专群下载喔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在未来 选股绝对重于大盘 也许很多人会斤斤计较 这一个大盘呢 它到底是会往上还是会往下 也许有些人呢 看到大盘指数 它最近的一个波动 或者之前好像做头的形态 就打消了这一个进场的念头 我跟各位说 其实指数的重要性呢 越来越小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加权平均指数 其实已经被少数的 这些大型的全值股呢 给扭曲了 也就是说 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彰显 没有办法呢 去表现出整体的这个市场 它目前的一个位置 股价的位置 还有呢 还有整个散户的一个心态 你说指数在9000点 我跟你说 在3955点的时候 我在当老师那时候呢 3955点是刚刚怎样 是这一个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 对不对 然后在之前 发生过什么 发生过那个911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王娘也还在当股票老师 那时候跌到3411点 我告诉各位哦 有一件事情 王娘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跌到3411点 或者是后来出现SARS 跌到了4000点 或者是后来产生金融海啸 跌到了3955点 那个市场哦 都没有现在这么冷 也就是说 现在市场的心里面 低迷的程度 比3955 比3411 比金融海啸之后 比SARS之后 比911事件之后呢 都还要来得更低迷 那如果是这样 我问各位 那种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对不对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但是现在大盘指数在哪里 大盘指数在9000多点 那你真的要 用这个大盘指数的位置 来限制住自己说 我不要做 我不要买 那王娘觉得 那会非常可惜 尤其是下个礼拜之后 有很多好的机会 他正在酝酿 王娘打算 好好的去把握 就像我这一波 带会员 下去买进台胜科 台胜科 11月23号 涨停满 46.65 24号 涨停满 51.3 今天创新高 来到51.4 这一波的台胜科 从37块钱买完之后 涨到今天 51.4 涨到多少 涨到将近40% 4成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大盘 这是大盘 这个就是川普当选中的那一天 这一天是11月9号 这一天是11月10号 我那是11月10号 下去买股票的 结果我娘买完了之后 11月10号 大盘在跌 对不对 11月10号我在这里买 大盘在跌 台胜科呢 那没有跌 就大盘呢 它开始涨了 涨到今天 它其实也只有涨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从这个8879点 涨上来的话 大盘指数大概涨2% 2% 跟3%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 指数涨了2-3% 不过才这样 台胜科涨了40% 而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是大盘指数的涨幅 是大盘指数的波动 还是要追求各股的报酬率 所以确确实实在这里 是有机会的 我那当时也看出来 对不对 而且我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 那么 那接下来呢 我跟他说 还有股票是可以做的哦 还有股票是可以做的哦 有两档 我就给你们看 一档呢 是玉民 一档是新兴 反正 新兴的股价拉回 对不对 也许之后会整理啦 包括玉民也拉回 但是他们的趋势 已经扭转往上了 往上哦 所以你只要追踪趋势的发展 就有机会赚到钱 那除了这两支股票之外 下个礼拜 我能打算一下去大买的 包括 这一档 我认为呢 他往上的一个趋势 相当的明显 包括呢 这一档 这个是低价的 有转积性 包括 这个第三档 还有呢 第四档 还有呢 第五档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我跟各位说 你会发现 这些股票 他们的一个位置 他们的位置呢 其实 都是在一个 这个相对的一个低档 都非常的便宜 也就是说 这些股票 为了他的走势 跟大盘指数 应该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指数在涨的时候 他们在跌嘛 对不对 所以后面大盘指数 怎么动 怎么晃 跟他们呢 都不会有太大的联动 就好像 你们看到 这一波的台胜科 你看哦 我们来看这个大盘哦 大盘哦 你看哦 八九十十一 九十十一 你看台胜科 它在跌 对不对 结果呢 九十 九月到十月 大盘呢 它是在涨 有没有联动 没有联动啊 所以要不要去理会 不要去理会啊 那么 今天我们看到说 台胜科涨到了这个 五十一块是 创新高 大家觉得 好像这臭皮 我跟你说 其实我也 蛮紧张的 为什么 我紧张的不是现在 我紧张的是 十一月九号那天 哇 看到它跌停板 当时看到它跌停板的时候 王良心理在想 如果我那天去买 会员不知道敢不敢买 然后王良心理在想说 今天我认为 它的大趋势往上 所以我 看到它跌停板 我应该再隔天 再下去买 为什么 因为如果隔天 它继续跌 那我就不要买了 那我就等到 它不跌再买 对不对 等到不跌再买了 我不要求 买到最低点 那至少你不要买 在趋势一直向下的时候 对不对 那大趋势往上是确定的 可是如果一直跌 那大趋势也会改变啊 但如果隔天它涨了 那大趋势呢 它就不变了 对不对 所以 我能在隔天 开盘带会员去买 我一开盘就买 所以买在37块附近 收盘的时候也没有赚钱 但是为什么 你们在11月10号的节目 看到王良说 我相信买台胜科 今天大部分的人 股票老师 一定是那天股票涨很多 然后呢 常常拿出来讲 对不对 王良买完了 当天也没有涨很多 不要说当天啊 隔天也没有涨很多 但王良在做的是什么 王良在做的是 确定 我所买的是趋势往上的股票 所以他那天 有没有涨很多 不要紧 他隔天有没有涨很多 也不要紧 趋势一旦形成 涨失在任何一个点 都能够被引爆开来 这就是王良的想法 所以 王良很大方的告诉你 我买了 然后呢 涨到494 然后呢 他在震荡 接下来 涨到40.9 涨完了没有 41.1 涨完了没有 41.2 涨完了没有 42.7 涨完了没有 42.8 到底涨完了没有 涨停满耶 46.6 再来呢 51.3涨停满 再来呢 51.4创新高 这一波 从37块到今天 各位想想看 你们应该天天听王良介绍台胜科 我没去做其他的股票 有了有没有了没有 对不对 这王良确实是带会员去买 而且 这是他跌停满的时候 因为王良心里在想 这个趋势往上了 我要怎么去做切入 刚好他跌停满 所以川普当选 也不见得都是坏事 因为这让我们呢 在隔天有一个很好的切入机会 而且买完了之后 从37.5 然后呢 39 整理完之后 409 再来呢 41.1 41.2 42.7 42.8 46.65 51.3涨停满 51块是创新高 我觉得 这也叫做股票 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说 也许 你们没有办法 再下去买 37块的台胜科了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市场里面 继续的积极的去寻找机会 对不对 还有没有机会 就算你错过了台胜科 也没关系哦 你看哦 台胜科 这一波 拉回之后 王良代货员买完 涨到了51块是创新高 今天就算 没有做到台胜科 我跟各位说 还是有股票 比如说像星星 拉回了 对不对 比如说像育民 也拉回了 但还有其他的 我认为呢 非常有爆发力的 王良打算在下个礼拜 带会员去大买 因为这个趋势是确定往上 我们要判别的就是趋势的发展 你现在看到一档 看到第二档 第三档 第四档 还有呢 第五档股票 王良已经准备好了 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非常好的 做多的时机 下个礼拜 王良会积极的带会员买进 类似像台胜科一样 趋势呢 确定往上的股票 如果你想拼 我跟大家说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你把电话拨通 王良会给各位 一个最大最大的优惠 只有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头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来 嵜盡 未来 未来